秦文,原名秦德华,1928年4月生于上海,生于书香世家,少年时因佳贫辍学,后曾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在商店当售货员,在造船厂当工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姐姐秦一介绍,进入由吴祖光创办的上海新民报社工作,遵循吴祖光意愿,将名字由秦德华改为秦文。 1947年初,秦文考入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表演戏学习,上学期间演出《国家》、《人之初》、《天外》、《全魔》等话剧、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演剧实践,为他走上烟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8年,在导演吴永刚的电影《恶人行》饰演护士,完成了他的烟幕首秀。 街坊以后,秦文先后进入上映和北影场,完成了他在银幕上的画剪成蝶的美丽蜕变。 从1954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是他电影表演艺术生涯的黄金时代,他之所以成为观众熟悉的有一定影响的演员,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 这个时期,他参加拍摄了《上海姑娘》、《悬崖》、《飞跃天险》、《青春之歌》、《春暖花胎》、为了61个阶级弟兄,停战以后,《花朵朵》、《小铃铛》、《千万不要忘记》等影片,还参加演出《国家》、《第十二夜》、《护十日记》等话剧。 文革结束以后,《浴火重生》的秦文又陆续拍摄了《青春似火》、《黑三角》、《灯》、《孔雀公主》、《欢欢笑笑》、《天娇》、《雅姑》、《无声的语思》、《苏陆国王与中国皇帝》等影片。 《生活中的秦文》、《神态与秦仪神似》、《秦仪》在苏联、《学习中的秦文》、1953年3月3日,秦文与相识八年的友人邓鼠生结为人生伴侣。 人到中年时的秦文与邓鼠生、1993年、结婚时的秦文与邓鼠生、万年的秦文与邓鼠生。 邓鼠生秦文扑腹与女儿邓兴,儿子邓鹏,邓鼠生秦文扑腹与女儿邓兴,儿子邓鹏。 邓鼠生秦文扑腹与儿子邓鹏在北京天安门。 邓鼠生秦文扑腹与女儿邓兴,秦文与女儿邓兴。 邓树生秦文夫妇女儿邓心 儿子邓鹏 外孙王琪 秦文与女儿邓心 外孙王琪 姊妹秦深 1991年 秦文与六介秦仪在一起 1954年时 秦文在上海 秦文与好友陶白丽 高石英 秦文与杨静与杨夫人 1962年秦文在缅甸 秦文与崔维 李恩杰在缅甸阳光大金塔合影 1962年 中国电影代表团在缅甸后排 又两位秦文 中国电影代表团在缅甸 左起 王丹凤 田华 张瑞芳 秦仪 王苏亚 秦文 1961年 秦文在杰克斯洛伐克 与外国同行合影 1972年 北影演员在大寨体验生活 前排左二位秦文 1999年10月 北影剧团老演员合影 中排左五位秦文 二人行 为了和平 青春之歌 停战以后 神态像极了姐姐秦怡 黑三角 孔雀公主 秦文留给人间的最后一个年幕形象 2008年11月7日 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文病逝 向年八十岁 根据秦文的生前医院 秦文的子女将秦文的遗体捐献 给国家医疗研究机构 用于医学研究 一路 拓卫